唐僧试图行至金斗山 唐僧饥饿 命孙悟空出去化斋 孙悟空担心唐僧乱走 为妖怪所抓 便在走前花了一个圆圈 让唐僧与猪八戒 山雾镜待在圈里等他回来 结果孙悟空一走 猪八戒就鼓动唐僧离开圆圈西行 于是误入金斗洞 偷拿衣物欲汉 中了青牛精的陷阱被抓 孙悟空化斋回来 不见唐僧与八戒 沙僧便询问土地 山神 孙悟空得知他们为金斗洞的独角四大王所抓 便打上金斗洞要人 孙悟空与青牛精大战两久 结果双方实力相当 不分胜负 孙悟空便将金箍棒变作好多棒子围攻青牛精 青牛精急忙放出金刚镯将金箍棒收走 孙悟空只得逃走 孙悟空跑到天庭 找玉皇大帝求救 查找青牛精的处处 玉皇大帝派人查找青牛精的来历 结果未能找到 于是便让孙悟空自行挑选天兵天将 随他下界降妖 孙悟空先找拖塔天王李精 与其子哪吒等人攻打青牛精 结果青牛精放出金刚镯 将哪吒的宝物都套走 击退哪吒 然后孙悟空又紧活得新军与水得新军求助 结果依旧为青牛精击败 孙悟空指得前进金斗斗 将重新的宝物偷回 再与青牛精大战 但不久重宝物又被青牛精套走 孙悟空指得前往西天 请如来佛祖相助 如来佛祖派十八罗汉 携带十八粒金丹煞 结果十八粒金丹煞 又被青牛精套走 最后孙悟空听从如来吩咐去找太上老君相助 在太上老君的震慑下 青牛精才被降服 随老君毁了天宫 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为二郎神索秦 天庭对孙悟空刀砍抚批火上 竟然没能伤他分毫 只得交给太上老君处理 太上老君将孙悟空推进八卦炉 想要把他烧成灰烬 没想到孙悟空不但没有死掉 还练出了火眼金睛推到八卦炉 让老君摔了一跤 自此太上老君在天庭面前丢了大脸 为他以后派手下祖兰唐僧师徒埋下了隐患 随后如来出山 很快将孙悟空降服 在天庭面前大显威名 由五方五老之一提升为佛祖 隐隐与太上老君齐名 太上老君为了找回颜面 便派金卢童子 隐卢童子下街道平顶山莲花洞为妖 阻拦唐僧师徒 为了让二童子在佛教面前 大显自己的威名与实力 老君专门让二人戴上紫金红葫芦 杨枝玉镜瓶 芭蕉蕃蕃 黄金绳 七星剑等五剑法宝 没想到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没啥本事 很快被孙悟空击败 而关在紫金红葫芦里 宝物也尽贵了孙悟空 老君无奈 值得亲自下街 救出二童子 拿回宝物 稍后太上老君又派青牛到金兜山 金兜洞为妖 阻拦唐僧师徒 太上老君吸取了上次二童子失败的教训 专门派有本事的青牛下界 还让他戴上自己最厉害的宝物金纲镯 果然青牛精没有辜负老君的期望 靠着金纲镯在众仙面前大显神威 还迫使如来佛祖献出十八座金山 帮老君找回了脸面 总的来说太上老君实力强大 身为道祖拥有金刚镯 紫金红葫芦等众多宝物 因为轻敌而让孙悟空逃走 在天庭视了脸面 为了找回脸面 就派青牛下山显示实力 孙悟空与如来佛祖等众先知的老君实力强大 也不敢得罪 便让青牛精大显威名 使老君找回了脸面 最后找回脸面的老君才收走青牛 让唐僧师徒过了金兜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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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